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没有能力扶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亲黄阿姨 黄阿姨的诉求是什么 我来的目的是第一 我的工资要自由 什么叫工资要自由 小儿子和夫妇 他们要管我的工资卡 为我不闹 这是第一 工资卡归自己管 对于刚才小儿子所说的 他现在没有能力来赡养您 您觉得 我不希望他赡养 我有一点工资 我就要求他们和睦相聚 那您觉得现在不和睦的原因是什么呢 小儿子总认为我偏爱那个大儿子 总认为我把钱全部付给了大儿子 其实我并没有这么做 您想让他明白这一点 明白这一点 黄阿姨提出了两个诉求 我们先从她的第一个诉求说起 也就是工资卡的自由问题 最近她的小儿子 也就是厂上的这位小刘先生 提出要监管母亲的工资卡 掌握母亲的工资去向 这个要求乍停之下很不合理 可小刘告诉我们 他今天之所以要来要求和父母断绝关系 甚至拒绝赡养父母就是因为钱闹的 说的更直接一点 就是母亲工资卡里钱的去向有问题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黄阿姨的第一诉求是说工资卡要由自己做主 对吧 工资卡为什么他不能自己做主呢 我没有说要管他的工资卡 我是说他把钱全部拿给他们店里去了 以后这个父母的钱要两兄弟来 我有一个知情权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要提这个要求 因为我母亲他们住在一起 他们到他面前说没有钱 他就会帮这样的 你的意思是担心的是父母 把他们的工资卡里的钱给了哥哥姐姐们 对 而且是已经有好多处了 因为父母年纪大了 假如父母或者是有重大疾病或者是什么神老病死的这个问题 这个钱赚到他们店里去了 一下子是拿不出来的 你是担心父母生病了 没有人照顾 没有人出钱 还是觉得钱都给了他们 结果生病的时候 大家都要出钱不公平 对 不公平 他刚才觉得不公平的就在于 好像你们把钱都给了那个店里 也就是哥哥姐姐的那个店里 是吗 是 别叫罗总 我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